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有点跟邓亚平很接近 不太好打是不是 我觉得扶阳爱从这几个时候看出 他非常着急发力 他一个肯定心态不是最佳 我觉得有点着急 所以平方球的实力 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 1298的排名 和世界排名第三的都能赢一局 所以这里头的变数很大 表演应该每一个运动员 可能场上都有乱的时候 但乱的时候一般怎么办 就是当你觉得没有办法 老是落后 老是失误 这时候怎么办呢 首先你要调节你的紧张的情绪 你要会深呼吸 深呼吸 然后在战术上一定要大胆的变化 就是你要对对手的 这机战术非常敏感 然后做出相对的应变 你看从书云爱的表情上看 现在不太高兴 对自己很不满意 所以这个你说冷门呢 怎么讲 就是大家认为他该赢 结果没赢 所以这个里头呢 对书云爱来讲 我想可能也是个经验吧 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 书云爱他自己怎么说 好不好 然后姚燕你再点一下 可能太紧张了吧 就是没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 这场失地之后 会影响到自己 打后面比赛的那种心情吗 不会的 晚上有双打 我挑战一下 然后准备晚上的双打吧 对对手了解吗 哪个 就是干打的对手 不了解 因为他从来都不打国际比赛 所以比赛之前准备的不太充分吧